上期视频我带大家逛了一下Hotel X的咖啡节 这期视频我来讲讲这次展会的比赛 以及展会上的一些我觉得新奇好玩的东西 咖啡不较真 一口就入魂 我是你们的刘老师 你们可以叫我小刘 再强调一下 避免新来的萌新不了解这个展会 我再介绍一遍 这是第三世界的酒店展 出去去年停办的一年 是我参加的第八届 这个展会在每年的三月底 四月初举行免费入场 先说咖啡设备这块 今年明显能感觉到 自动化的咖啡制作流程趋势愈演愈烈 第1个黑客机 国内的一个奶泡机品牌 Linkbar的自动奶泡机 可能也会说 奶泡机不早就有了吗 这有啥新奇的 不 这个还真新奇 它能准确的控制奶泡的打发量 打发的温度 它自动打出来的奶泡真的是绵密丝滑 好似天鹅绒那般 轻轻的绵绵的柔柔的丝袜 奶茶般的顺滑 说实话 这机器打出来的奶泡 真的不比我用半自动咖啡机打出来的差 我还亲自上手体验了一把 用打出来的奶泡制作拉花 就用这个来打了 好吧 还要稍微清洁一点 绵密度 融合度都还挺高的 很接近于咖啡师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了 其次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械手臂的厂家 开始了咖啡市场的设备研发 机械手臂其实一点都不新奇 因为它广泛的运用在电子行业 汽车行业等等自动化的生产社间 但是近几年慢慢的开始运用到咖啡 饮品 食品制作这个领域 慢慢的出现到了饮品店里 所以大家觉得很新奇 这边有一个制作手冲咖啡的机器人 是一个叫猎户星空的公司 做的一套制作手冲咖啡的程序 可以说很具有观赏性 制作咖啡的程序也是专门研发的 这个做一杯手冲咖啡要多久了 这个程序 很多细节的动作都很形象化 就比如放完咖啡粉之后 机器手臂还模仿咖啡师的制作方式 摇晃一下滤杯 让咖啡变得更平整 包括焖蒸咖啡粉 它这个现在是在焖蒸 有一套焖蒸程序 画圈式的注水 这些其实都是专业咖啡师操作时候的细节 工作人员也介绍说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和行业 来设定不同的操作程序 比如可以做奶茶 做调酒 做炸鸡 做汉堡 做薯条 那我就在想 必要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做你陪聊的男朋友 逗你开心 逗你笑 所以在咖啡行业快速发展 以及中国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技术的突破可能要让很多的咖啡从业者反思 越来越成熟的市场 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基础操作的工种 而是要有足够丰富经验的 能够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 那以及有逻辑能力和计算能力的人才 他们可能能极大程度的改变整个行业 另外一个展台的机械手机就更厉害了 可以单独的进行咖啡拉花 你看这外带背的郁金香 有没有比你拉的更好 如果比你拉的好的 请把我手残打在公屏上 机器人做出来的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不错味道OK的 我觉得应该比90%的人做出来都OK 那看到这些自动化的应用程序 推向整个市场 明显能感觉到 以后我们喝到的咖啡 说不定是这些自动化程序做出来的 虽然现在店面还没有被运用 但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等到这些技术被广泛运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怀旧一下 17岁那年 一个帅气的小哥哥咖啡师 给你亲自做了一首咖啡 脸上还带着开心 温润甜甜的微笑 那个时光一去不复返 如今的咖啡馆行业市场 特别是在上海这种超级大都市 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 商业化的咖啡店 讲究统一标准 快速出品的模式 这类的门店 很适合这种全自动化的出品方式 而单一的门店 则讲究小而美特别 这类门店通常会有 帅气的小哥哥咖啡师 和漂亮的小姐姐咖啡师 站在吧台里 带着甜美的微笑 用半自动的咖啡机 给客人一杯一杯的来制作咖啡 所以半自动的咖啡机市场 近十年来 在国内一直在快速增长 半自动咖啡机 大家接触最多的 还是意大利的品牌 逛到XLVA的展台 看到他们桌面式的内嵌的咖啡机 简单大起 一下子把吧台变得开阔 当你面对面的在等咖啡师制作咖啡的时候 这种没有阻碍的交互体验感非常棒 开放式的设计 咖啡师可以进取随意性的来体验 LAMAZOKO前面打叠的小哥相当吸引眼球 展台也围满了咖啡师 咖啡店主爱好者来上手操作他们的咖啡机 黑影展台又遇到了好朋友小鱼 之前在韩国的咖啡秀就遇到他在推广云南咖啡 这次碰巧又遇到了 又热情的送往他们自己品牌的云南的SOE的咖啡豆 随后又体验了一把真空负压萃取的冷脆咖啡机 HEROYA这个机器 我真的是感觉冷脆咖啡从技术上得到了突破 通常我们喝到的冷脆咖啡都是正常的压力 低率5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时间制作出来的 但这个机器它能在5分钟内做一杯冷脆咖啡 在时间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 就是因为有搅拌静置和收真空 它才可以把12小时的风味在5分钟之内呈现出 虽然口感的唇厚度没有长时间低率出来的唇厚 但是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棒的冷脆咖啡的口感 这个是这个脆丸的粉 它磁吸的随时拿下 就是说它进去了用这个讲了讲的 感受到了用黑科技的冷脆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 真的绝了很赞 咖啡设备的企业馆展示的大部分设备 都是针对弊端的商家或者是办公室的用户 所以消费者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是随着咖啡店越来越多 辐射面越来越广 可能很多普通的消费者也会对商业用途的咖啡机有所了解 比如意大利的辣妈基本上算是一线城市咖啡店的街机了 又比如黑鹰 KITS SLAYER XLVI 等等 这些设备被曝光在大众眼前 又比如出差或者是旅行的酒店里边的全自动咖啡机或者是胶囊咖啡机 就像Eversize Branky Zermoplane Jura 也慢慢地走到了大众的面前 像这个有多少口味的 这个现在目前是四种口味 它这个胶囊你看是这样的 这是瑞士的Coffeloyal品牌 它这个是就是里边是抽了真空还是压了对吧 压成顶的 咖啡在萃取过程中 它会变得更加有时间萃取充分一点 包括上面有暖飞的功能 直接进来 这个吧 吃一下Espresso吃一吃 后面出咖啡前面我以为有奶和奶磨 哦 它是这样子的 它萃取的时候蛮安静的 还行还行 竟然没有听到它声音 这个你们的奶泡是不是可以调温度的 再来一个产业的试一下 刚才是几级 三级 它是按级别的了 前面讲的那都是进口的咖啡机的品牌 当然当天我们逛到中国国产品牌咖啡机的展台时 我被一台六头的Latatina的咖啡机震惊到了 好长 这么长 真的是这么长 真的是这么长 这个长度小哥哥看到了 绝对羡慕嫉妒恨 当然WPM惠佳这个品牌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产的咖啡机品牌 接下来我们讲讲咖啡比赛 咖啡比赛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WCE World Coffee Events旗下的咖啡师比赛 吸引了不少专业的咖啡师和专业的观众 CBC China Barista Championship 咖啡师需要在15分钟里制作4杯Espresso 4杯牛奶咖啡 4杯创意咖啡 评委台上的评委职责也不同 坐在台前喝咖啡的是感官评审 他们需要第一时间品鉴制作出来的咖啡 统一打分 站在场内的评审 他是技术评审 他们需要时刻观察选手的制作步骤 来进行制作技术层面的打分 还有一个总评审 他需要品鉴所有的咖啡 来和所有的感官评审进行校正 评审其实非常累 他们也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 每天要品尝很多的咖啡评分 之后来校正核对审计 对了 想要看完整版的同学 可以去咖啡沙龙的频道里 他们有决赛的完整版 能够进入到全国6强的咖啡师 我相信都是花了至少三到六个月 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比赛 而且CBC的比赛 也多多少少影响着咖啡市场的潮流 典型的例子就是早些年的 Matt Perger 他把1K43带入到赛场 直到现在 他变成了很多精品咖啡馆的标配 冰博客也是从赛场走入到大众面前 包括盔夏咖啡豆 都是从赛场上走出去的 有代表性的东西 比赛呢 他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的某一个环节 所以我非常尊重以及敬佩赛场上的每一个咖啡师 他们专业 自信 努力 把自己对咖啡上的认知带给行业内的人 从而慢慢的推向大众 CBC的赛事偏专业性质 所以说从业者会关注更多一些 而对消费者稍微有好一点的赛事 是CLAC China Latte Art Championship 咖啡拉花的赛事 咖啡师需要在10分钟内做4杯拿铁拉花 只能用拉花缸来注入的拉花 另外还有两杯设计师拿铁拉花 可以同时用雕花针来雕花 CLAC的拉花比赛 它的观赏性非常棒 它能够吸引到不少非专业性的咖啡群体 我记得我当年入行的时候 就是被咖啡拉花所吸引的 2013年到2015年之间 当时还很年轻 自己也参加了不少比赛 后来也发现自己不太适合竞技类的比赛 还是给大家拍拍视频 做点轻松愉快的东西比较好一些 另外咖啡冲煮赛 杯测赛 烘焙赛 咖啡烈酒赛 这么多的赛事同时在这个展里面举行 每年举办的赛事 同时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着 这里有每一个行业人的努力和贡献 展会4天的时间 我们走遍了展会的每一个角落 为的就是给大家尽可能的呈现出更好的视频内容 用我们的视角带着大家走走逛逛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咖啡不较真 一口就入魂 我是你们的刘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小刘 我们下期见 Cheers